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 到为1907年 道清铁路修通 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 公路 航运的水汉码头 四通八达的交通 沟通了三十多个城镇道口 古镇也就因此有了玉北小天津的美誉 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华线段通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了 其遗存文化有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民国 近现代 等不同时期的历史典故 河流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流青华县 驱穿华县道口古镇而过 留下了古河道 古城墙 古码头 古街区 祭司庙宇 五位一体的历史文化遗存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算是中国大运河 现今保存较为完好 内涵较为丰富 真实性与完整性最强的点段 也是河南省运河沿线遗产文化 底蕴最厚重的点段 大运河孕育了道口古镇 道口古镇是河南省运河沿线 保存最完整的古镇 经时间的推移 现存原生态古河道八千二百四十米 古码头九座 古城墙三千余米 历史古街建筑群一千余间 戴王庙正殿一座 火神庙遗址一处 彭和玉老票号一处 德庆城绸缎庄一处 遗存至今保存完整 在中国北方大运河沿线城市 颇为罕见 在道口古镇 老字号 老作坊 老手艺 老庙会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兴罗旗布 腐蚀皆是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 昔日这里商传如之 周极交错 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 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 如今 虽然这里少了些百科蒸柳 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 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 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 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身像当中 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正月而祈求 繁华盛九州 过完这三天 九年才算走 西湖烟而飞 春秋令人醉 大公河边吹 不见离 景色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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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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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